陈小柔正在专心熬粥 突然听到许念念说话的声音 被吓了一跳 抱歉 意识到自己吓到了别人 许念念礼貌地道歉 陈小柔腼腆地站在灶台前 我昨晚问过许志强 他说你挺喜欢喝粥 米和菜是厨房里的 你到时候在我工资里扣 也就是说 这是做来感谢他的 许念念抿了抿唇 看清他眼里的不安 笑了笑 没事 我没怪你 这丫头确实很懂得感恩 客厅里也是你打扫的吗 嗯 我闲着也没事 就打扫了一下 嗯 谢谢 不过以后不用刻意做这些 你不是保姆 要的要的 老板你好心收留我 我不做些什么 心里不舒坦 可你说了要付房租 我不是白让你住的 你不欠我什么 虽然付房租 但也是老板肯收留我 要不是老板好心 有谁会献给房子住 后面才收租金的 还真有 禁欲 关键还不收房租呢 陈小柔为了感谢许念念 特意做了早餐 美食家的嘴很刁钻的 许念念嘴巴吃雕了 除了自己做的 去其他馆子里吃东西 都觉得味道勉勉强强 只能说能吃 没想到陈小柔的手艺倒是不错 两个凉拌菜弄得清爽又好吃 熬的肉末白菜粥味道也很不错 这让许念念 生出了别的心思 或许可以培养陈小柔 做店铺里的厨师 不过这事她没说 还得观察一段时间 她的厨艺可不是随便 谁都能学的 在自己的饭碗上大工无私 她又不是傻子 别到时候把人培养出来 人立马就跑去自己开店 那不是浪费她精力 白白为别人做嫁衣吗 这个想法 许念念埋在心里 打算过段时间再看 店铺里的生意 一天比一天好 秦凤忙完了家里的事情 也加入到了店铺里 有三个员工 再加上禁欲帮忙 许念念轻松不少 趁店铺里没客人的时候 她就开始做刘月苏 做刘月苏的时候 其余人全部赶出去 禁欲也没在意 日子就这样 在忙忙碌碌中度过 一晃过了七八天 中途 许念念卖了三次刘月苏 每次都是两千个直接卖完 前两天 禁欲的勤务员找到她 部队里对她的安排 已经下了通知 去京都那边 不过得等到半年以后 因为她身体的体检报告 她旧伤还没痊愈 许念念这里请了员工 店铺里不会忙不开手 她防身术也学得差不多了 基本上招数都记住了 就差体能的训练 这个她自己坚持就可以了 她记忆特别好 教过一次的东西 马上就能记住 学习武术的速度也很快 是块学武的好料 禁欲想趁这段时间 去查叶祥天的老底 否则 等她去京都虎师部队 就没时间弄这些事情了 好在查叶祥天的事情 她不用跑太远 就是不能在店铺里 给她帮忙了 三两天还得回来一次 不然到时候媳妇跑了 都不知道上哪后回去 店里还有两三桌客人 属于比较闲的阶段 禁欲站在店铺门口 琢磨着要怎么把许念念拿下 又看到那个破洞朝店铺里走过来 这是她第二次来 禁欲差点都要把这个人给忘了 她居然又回来了 一下子掀起了禁欲的记忆 许念念对这破洞很特殊 禁欲蹭的一下站起来 堵在她面前 突然被挡住去路 刘文栋愣了一下 见是禁欲 她礼貌地问 能让一下吗 禁欲特想甩她一句 老子就不让 但那样会显得她特别欺负人 禁大爷只能黑着脸 转身进了店铺 朝厨房走去 店铺里剩下的两三桌客人 都是吃面 许念念空闲下来 正要出去透透气 被禁欲拉住了 你干什么呀 我出去透透气 我饿了 给我炒菜 禁大爷发号施令 脸色黑沉 突然又觉得态度不对 软和了语气 我好饿 给我做点吃的 同样的一个意思 禁大爷表演了一出 人格分裂的大戏 相当好看 许念念 看的碳为观止 特别能做的事 我可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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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可以做的事